大家好 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6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1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255.97 收盘价是252.64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5.60 最低价是在251.73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14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 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468亿股 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 KD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 MACD双线是继续合拢 在零售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7月15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韩长上影线的小红K线 它是一根下跌的K线 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挡后的反弹中 那当日这根K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 然后开盘啊即站上了5日均线值 然后股价在盘中是一路向上 也就是出现了上涨 一度是冲破了这根红K实体的上沿 也就是在上方在265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 然后股价开始回落 那回落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它是跌破了当日 在盘中就跌破了当日的5日均线值 然后回补了由于高开盘而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缺口 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K线的底部 那当然也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 那同时我们关注到当日的这个成交量 对前一个交易日虽然是量缩 但是这样的成交量对于以往来说 依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 那抱有大的成交量出现这样一个 还有常常上影线的K线呢 说明上方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上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当日在日内就出现了反转向下 那当日的这个线形呢 我们把它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倒锤线 倒锤线如果是出现在相对高的位置 这是一根值涨的信号K线 那恰好呢我们会看到这根倒锤线是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 那出现倒锤线也就是值涨的信号 将预示着股价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呢 将会出现回档 也就是在接下来交易日股价的收盘价 如果跌破了这根倒锤线的最低 也就是252 那么将会确认这个值涨的信号K线 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回档 那目前只有股价站上这根倒锤线的最高 也就是265 那么才有可能继续反弹的走势 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K线信息的解读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 我们对7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反弹 收盘价会在254附近 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 收盘价会在246附近 实际在7月15日收盘价是在252.64 那出现了继续反弹 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继续反弹 在收盘价的点位上是相接近的 对 但是呢走势是完全不同的 那当日的这根K线 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 然后呢股价是在盘中是一路向上 然后在盘中出现的是高位的反转向下 然后呢在盘中就是回补了下方的这个缺口 收盘价那是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 对 那么最后收在252.64这个位置 所以呢 这个实际的走势是一个高位的反转向下 而我们预测的走势呢是一个小幅的高开 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 然后呢推动股价继续反弹 对 所以这个走势是完全不同的 同时呢收盘价的这个性质也是不同的 虽然我们预测的和实际发生的收盘价点位相接近 但是我们预测是在254是要能够重新占上5日均线值的 而实际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 所以这个收盘价点位的性质也是不同的 那我们仅仅是预测的方向相通 也就是股价出现了反弹 对 也仅仅是预测的方向相通 好 那这是我们对前一期视频对股价预测的一个复盘 那我们刚刚从K线信息解读 说在高位出现这样一个倒垂线 它是直涨的信号K线将预示着股价将会出现回档 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 那对于7月1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目标 我们现在要调整一下下行的目标将是7月12日这根K线的最低 是233我们加一条水平线 好 为什么这个位置是股价目前下行的第一个目标 因为我们会看到股价冲高之后出现这样一个反转向下回档 然后目前股价在反弹中 那现在233也就是7月12日这根K线最低 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来说 这是前低 那也就是上方我们会看到出现了头 头低下方呢还差底底低 所以目前股价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33而出现底底低 来确认这个自2024年7月11日以来的这样的一个下跌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 目前空头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 所以他下行的目标一定是233 那么在到达233之前呢 我们说目前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将是支撑 那其实这根倒垂线的最低 也就是在252这个位置 它也是一个支撑 当然如果在7月16日出现一个跳空的低开盘 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支撑呢 很可能会成为压力位 对 然后再有空头力量进入 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233的 对 所以目前我们说啊 股价回挡的 唯一的这个支撑就是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 那么他们的范围 我们测算是在250到253之间 实际上我们在补充说 就是250也正好是一个整数关口 那这个位置将有可能是五架的 回挡的一个支撑 当然还有一个支撑 就是这根绿K实体部分的中线 我们说是在242附近 这个242呢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呢 已经很熟悉了 我们多次提到242 我们还会看到是当时在出现这根红K之前 这根吊人线的最低 也就是242 当然现在因为红K已经跌破了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指的242并不是这个位置 而是这根绿K的实体的中线 242 这两个位置将会成为支撑 当然上方还有252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股价现在要到达第一个目标 233之前的支撑位 然后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 将会确认 头 头低 下方再出现低 底 将会确认这样一个空头趋势 那么股价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 177 177 这是股价 目前我们会看到上方 自 6月11日以来 上方有头 头 高 下方有 底 底 高 对 那么这是一个多头趋势 那目前股价如果跌破233之后 再跌破这个177呢 将会瓦解自6月1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 实际上啊 我们说跌破了233 已经就瓦解了6月11日的这个 并没有瓦解 因为跌破这个位置再次出现低点呢 那我们说下方还是有底底高的 所以我们说跌破177才能够瓦解6月1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 好 那么在到达177之前我们先变换一下颜色 在到达177之前 20均线值我们会看到还有这两个缺口都会成为支撑 还有一个呃 强支撑 就是我们保留的这条啊 特斯拉股价最后的一条下行趋势线 这是由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两个低点建立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 现在冲破它之后也就站上它之后 股价再回倒 那么这条趋势线将会成为支撑 所以说呢 对于呃 我们说呃 日后股价呃 例如在7月16日呃 这条趋势线和当日k线焦点是在217 这将会成为支撑 好 那么我们再来延续去说 实际上这条趋势线 我们把图缩小之后会看到这条趋势线呢 正好是在这个呃 缺口范围内 如果我们说这个呃 缺口是一个支撑的话呢 那我们会看到缺口下沿是到了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这条呃 坐标十字线下方是到呃 竖线是在屏幕的下方 2024年8月2周五 也就是说从目前现在一直到8月呃 二日 我们说这条趋势线和呃 这个缺口正好重合 那么这个范围呢 股价如果再次出现回档 他们将是比较强的一个支撑 当然在8月2号之后呢 那么呃 这个趋势线继续下行 那么这个呃 我们说强支撑将会被下移 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在到达一百七十七之前 二十均线值和这条下行趋势线将会是强支撑 呃 二十均线值我们现在给出在呃 七月十六日 呃 我们测算是会到达二百二十一附近 在这个位置 对 好 好 那么一百七十七如果被跌破呢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目标就是一百六十八 那我们说跌破一百六十八 那就是要拔解自呃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以来的这个堕头趋势 好 那么好 那我们下方呢先给出这三个目标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反弹 说目前股价反弹的呃 这个呃 条件就是要站上这根倒垂线的最高 也就是二百六十五啊 只有站上它 我们说股价才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 否则呢 我们认为实际上股价会在二百六十五到下方的二百三十三 在这个区域内有可能会进行横盘 对 前提是日后股价不跌破二百三十三 才会在这个区域横盘 对 好 那么对于目前股价上行的呃 目标呢 是二百七十一不变 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将会继续出现头头高 那那么将会继续延续自六月十一日以来的多头趋势 因为下方目前依然有底底高 上方再次出现头头高才会继续上行 那我们说在到达二百七十一之前 二百六十五将会是强压力 当然我们说呃 对于7月16日当日新生成的五日均线值的上限是在二百五十三这个位置 我们说这个位置也将是一个呃 压力 对 尤其股价在7月16日如果出现了低开盘 那么二五日均线值将会成为压力 所以在到达二百七十一之前 二百五十三和二百六十五将会是压力 强压力 好 那么二百七十一如果被站上之后 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不变啊 二百九十九也就是三百关口 呃 然后呢三百关口被站上呢 我们会看到三百关口如果被站上将会呃继续自二零二三年一月六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啊 那么三百关口如果被站上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三百一十四啊 那这个位置仅仅是一个呃压力位 我们说股价如果能够站上三百关口 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 我们说的是目标是这个位置 不是能够股价一定能到达这个位置 而在这之前的呃一些高点 它仅仅是压力位 好 那么上方的目标是二百七十一 二百九十九和三百一十四 我们之前已经多次描述过了 好 这是我们说股价日后的呃 对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分析说明 那么到了7月16日盘中 我们呃给出观察位 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 是呃这根反弹的绿K的最高 是在二百五十二附近 对那股价在7月15日盘中 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 我们说了股价将会收高 对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才会出现回档 实际我们会看到在7月15日呃盘中啊 一直是在呃它的上方运行 然后呢最后股价呃出现反转性 向下的时候在这个观察线 这个位置啊成为了一个支撑 对实际上也就是当日 这根K线啊股价是回补了这个缺口 之后收在啊当日K线的底部 也就是把这个缺口回补了 好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这个观察线的回顾 那到了7月16日我们给出的观察线 依然是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啊并不是指的绿K的最高 而是指这根倒垂线的最低 它恰好也是在二百五十二这个位置 那我们观察它的目的就是在7月16日盘中 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 才会出现啊继续反弹的走势 或者是横盘向上 但是股价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 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极有可能会出现 呃回档甚至是深度的回档 嗯当然我们也不排除高开盘之后 继续出现一个啊这个上涨 然后再反转向下的一个K线 对就也就是说跌破10日均线值 1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7月16日呢 呃它将会到达二百五十这个位置 正好是这个整数关口啊 那这个位置也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 所以目前股价如果出现呃 下行呢一定是要跌破250这个位置 嗯要突破这个压力位就是突破这个支撑位 好那这是我们关注252的理由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 建议和规律 目前如果我们呃没有获利出厂 我们有一个55%的多头仓位 这个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14附近 最后一次加仓是在7月9日的收盘价262附近 5%加仓对我们的目标是加满仓 对我们的目标是加满仓也就加到百分之呃 一百那在7月11日出现了一根大幅的反转向下的K线 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55%的仓位应该是在7月11日收盘价240 甚至是更低的位置 因为当日的盘后呃和接下来的交易日的盘前呃 股价都是在23738附近啊 甚至是更低 所以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仓位呃应该是停力出厂了 但是呃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首二是均线值 但是如果在这个位置没有停力出厂 说想继续持有这个仓位等待股价回挡在上涨之后继续做多 呃如果没有停力出厂呢 我们说这个仓位应该呃到了7月12日是继续持有的 好 那么7月12日我们给的止损位仍然是首二是均线值 呃而且出现了大幅的反弹 那么这个呃仓位如果之前没有停力出厂 在这个地方仍然是持有的 那好了到了7月15日 这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 那么我们说呃之前我们呃在7月12日收盘价这个位置 说在红K这个最低的收盘价没有出厂的话 呃到了这个7月15日 守也就是停力的位置 我们可以守这根绿K的最低233这个位置 因为相对于214它仍然是有利润的 所以我们说的呃停力的位置给的是呃可以守这个位置 而到了7月15日股价依然是高开高走 然后股价是收在了啊高位 那么如果我们说在盘中啊没有获利出厂的 现在在7月15日盘后股价是仍然 也就是盘中站上了5日均线值盘后 也收盘价之后又跌破了5日均线值 那么之前如果没有获利出厂的 在7月15日收盘价252.64这个位置 我们会看到又重新跌破5日均线值 在这个位置是可以获利出厂的 嗯好那当然在这个位置获利出厂呢 那在出现这样一根倒垂线在他的收盘价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 说如果我不获利出厂想继续持有等待股价回档继续做多 那么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 因为在呃我们其实给出了第二次获利出厂的位置 第一次是这根红K的收盘价 好那么我们继续描述这个仓位 那对于这个仓位呢 如果在这个地方说不想获利出厂 当然也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仓 那么到了7月16日 我们给出的停力的位置 仍然可以守这根绿K的最低 也就是233 对 不管之前呃在任何位置 因为之前我们说啊 我们从呃6月12日开始建仓 一直加仓到7月9日 不管之前是在哪个位置 呃我们每一个加仓的位置 都是初次进厂的位置 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在最初跟进 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话 是在之后建仓的 那么我们说现在的止损位 底线是要守这根绿K的最低233 嗯 因为跌破这个位置 股价是很容易跌破20均线值的 也就是随着股价 如果继续出现回挡的走势 20均线值会呃 会上到这个233 嗯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股价到达 回挡到这个位置 继续会出现一个反弹 然后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震荡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现在给出这样的呃 就是多头的这55%多头仓位 在这个位置如果没有停力出厂 那么可以在这个位置停力出厂 如果在这个位置呃 不停力出厂呢 我们对于7月16日来说和之后交易日 停力的位置我们给到233 嗯 也就是后续进厂的止损位也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 股价如果呃 日后跌破了233 因为仍然是在有呃利润的情况下 说想继续持有等待股价回挡 再上涨加仓 那么止损的位置 对于这百 我们指的是对于这55%的仓位 还没有出厂的仓位 它的止损位我们守20均线值是221 好 那这样一来我们对这样55%的多头仓位就描述完了 好 这是多头 我们再来看空头 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65到271 因为上方出现了头 头低 呃 其实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或者一个呃 两个现行呢 那也就是给空头增加了信心 同时呢也说明空头在这个地方是有布局的 所以呢 现在呃 我们说在7月16日开盘之后啊 应该就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 所以这样一来对于多头来说 股价要想继续反弹上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空头现在要守的位置就是265到271 嗯 那么空头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信心 对于空头啊 它已经出现了底底高 嗯 我们把这个图倒过来看的话 已经出现底底高 它还差头头高 所以空头现在的目标啊 很明确我们会看到就是233 当然还有下方的这条趋势线和20日均限制 是在221附近 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呃 说的呃 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1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 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 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 谢谢大家 上方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265 第二个压力位是271 第三个压力位是这个缺口281到290 然后第三个 而第四个压力位是299 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限值和10日均限值 它也包括前低 那么他们的范围是从250到253 嗯 我们把它呃 把这个位置啊呃 虽然它是呃 包含前一日的收盘价 但是我们把它当做支撑来看 好 那么呃 当做呃这个 对 当做支撑来看 对 好 那么第二个支撑就是下方的呃 233到231是这个缺口 也就是这个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 然后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限值在221附近 第四个支撑是217是当日K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的焦点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7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7月16日我们给出股价预测是有顺序的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继续回答 如果是这样 它将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 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 然后股价在盘中最高会到达253 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41 在这个位置 然后收盘会收在243附近 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3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回答 也就是回答我们认为收盘价会跌破10日均限值 到达这个绿K实体的范围内 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才认为股价会出现 叫做反弹 因为它出现了反转向下 那反弹的走势我们认为股价是要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3 上方最高会到达268 然后收盘会收在260附近 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3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 那出现这样继续反弹我们认为会出现较前一个交易日的新高 然后呢在盘中股价不出现 也就是不跌破前低 然后对收盘价重新占上5日均限值 我们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当然这样一个走势呢 我们仍然认为上方会出出现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依然会有压力 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 在2024年7月1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